大家好 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的用了这个美枝袋 栽种的这两颗番茄 现在长势也是非常不错了 也算是给大家交个作业 虽然说它还没有挂过 但是这种状态是非常的不错的 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看现在这些枝条又粗又大 现在是中午 这个叶片有点脱水 有点发软 那么也是属于一种正常的状态 由于上盆之后一直也没有给它补过肥 所以顺便给它补点肥 这个时候我给它补肥了 用的就是这种羊分 发酵好的干羊分 直接往这个盆的表面 撒上一两抓就可以了 但是由于现在是中午 不能给它浇水 能到下午温度低一点了 再给它浇点水 现在给它浇水的话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系出问题 因为植物轻度的切水之后 它的根系需要的氧气比水分还要多 所以这个时候给它浇水 土壤中的氧气就会被挤出来 造成焖根 造成烂根 所以说大家不管是种花也好 种的一些瓜果蔬菜也好 中午的时候尽量的不要给它浇水 哪怕是叶片发软 我们也不要给它浇水 好了这就是我用这个美枝袋栽种了番茄 目前的一个生长状况 如果大家也喜欢栽种的话 不妨去买一点番茄的种子回来 通过地栽也好 通过盆栽也好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大家按照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方法来栽种 完全是没有问题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